來 慢慢來 慢慢來 都有喔 在七堵國小校長林志彥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特地到自己孩子們的母校七堵國小 發送可以量長度 畫圓圈圈 實用且教育性質高的指尺 給幼兒園及國小的小朋友們 當作兒童節的禮物 拿到的小朋友都很開心 拿到的冰島 來 四月份的婦幼節快到了 不同於送餅乾糖果 作為兒童節的小禮物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特地執政 寫有感恩孝順 飲水私圓的指尺 給七堵區八所國小 以及副社幼兒園的學生們 每人一把可以畫圓圈圈的指尺 欺免小朋友們從小學會感恩孝順 飲水私圓 更希望學到內方外圓 做人處事的原則 下個禮拜四就是兒童節 秀玉特別到我一雙兒女的母校 七堵國小 代表送每一位小朋友 包括幼兒園一把尺 希望孩子要知道 懂得感恩孝順 包括要飲水私圓 包括小朋友周遭的好朋友也好 或是師長 所有幫助你的所有的助援 都一定要知道說飲水私圓 那我也送上這個詞 我有用上我們本黨的一個mark 這個內方外圓 希望說小朋友在做任何一件事 都是要內心要有原則 就像這一把詞一樣 對外要圓融包容 包括這個和諧 這是非常的重要 七堵國小校長也代表 校方和一千多位學生 由衷感謝副議長楊秀玉 對於教育的關心和用心 我們謝謝我們的楊副議長 尤其在這個兒童節的前夕 這麼關心教育 這麼關心小朋友 來自證這樣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詞 尤其剛剛我們副議長一直談到 就是說其實道德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社會如何變遷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要傳承的 尤其在內心上面內化的部分 這是也是社會上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尤其在孝順這一塊 感恩孝順這一塊 這個一定要讓小朋友 能夠升職在他的內心中 這樣才能夠孝順父母 感恩社會 以後才能夠報效國家 楊秀玉表示 傅幼節前將會陸續把 感恩孝順飲水思源的指尺 送給七魯區八所國小的小學生 和附屬幼兒園的學生們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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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